即使已經停止下雨 不過鑽為新設谷亭第四滴蛙 排水不易 所以部分秧苗還泡在水中 可能必須重新擦秧 光是一公頃的費用就要好幾萬元 所以地方反應公所 代表會以及縣議員 希望縣府跟中央能夠協助 申請災害補助 另外針對當地的排水系統 也應該儘速來檢討改善 像這個磅 磅磅磊 磅磅磅 還要花6千元 報章一百塊要蠻4塊 還有現在都要去幾萬元 那那個 比如說放棉木的藥 或是抵造這些 台下又要花6千元 像一百塊的孫順序也要幾萬元 館長也知道在交代 剛才打電話說 希望我們盡量把農民盜解割這個事情 希望我們中央農委會 可以用天然障礙的救助模式 來對這些農民 儘減需要補貼 接到我們很多農民的歡迎 就啟動這個 所有眾議員 新南豬水站 新林豬水站 島克豬水站 十三個 島白豬水站 認真地抽 還是說每一天都有抽 但是這個貨水最大 這些水當然是附近這些水的白水 也都經過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 用在白水方面 都要煮加強的白水 對此花蓮榮埃場表示 現階段無法認定 央苗是否已經死亡 因此需要給予時間觀察 之後透過縣府認定 符合標準後 就會給予損害補助 它如果確實有受損的話 它慢慢 它受害的症狀就會出現 像現在我們看的話 多多少少會有受損 但是如果你這裡天氣好 天氣好的話 它自己會恢復出來 如果是牡頭死掉了 那個就是沒有辦法了 另外像這種 椰水過後 我是建議說農友 那田間可能稍微就薄薄濕個蛋白 稍微輕輕濕個蛋白 幫助它水道恢復元氣 天然災救助辦法 要比較明確的知道 它的受害的情形 就是它的無數會面積要到25公頃 損害率要到兩層 剛才發財長其實有提到說 因為雨害的部分 其實它比較偏向於持發性 那我們其實也有跟公所 其實密切表示聯繫 我們在一個禮拜之內 持續來去觀察 如果損害率有到達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中央來救助 中央公所呼籲受害的難民 儘速回報現況 之後公所會下向勘災 符合標準者就能申請補助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